突破旗舰边界定义未来 Vivo Max Free 欢迎回来 美国众议院正对总统特朗普通乌门丑闻 谈合调查的公开听证会 新一三登场 率先做共的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 泰勒再报新调 使他的驻守曾无意间听到 特朗普和美国驻欧盟大使通话时 曾经追问正对政敌拜登父子的调查 认为特朗普比乌克兰更关注调查 不过特朗普否认这项说法 强调他闻所未闻 围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谈合调查案 星期三举行第一场公开听证会 首先受照做共的是主管欧洲事务的 副助理国务卿肯特 以及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泰勒 负责调查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西夫在听证会开场白事形容 这次听证会将交由美国人判断 特朗普是否有胁迫盟友乌克兰 要求外国干预大选 赵芹 前层闭门做共的泰勒贡称 他的一名助手在七月尾听见特朗普和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通话 特朗普在电话中询问乌克兰的调查进展 桑德兰认为那次谈话表明 特朗普更关心民主党总统互选人对手拜登的调查 而不是乌克兰 泰勒又指特朗普私人律师朱利亚尼通过不合常规的政治渠道 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 要求他调查政敌拜登 然后才会放行对乌克兰的军援 紧接着做共的肯特表示 他相信朱利亚尼的举动 是为了在下一个选举周期中挖掘潜在对手的政治污点 而总统要求外国政府展开有利于总统本身的政治调查 已经凌驾于法律之上 就在关键证人在听证会接受议员询问之际 案件当事人特朗普在白宫接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在举行联合记者会时 特朗普否认问过桑德兰调查的事 他对泰勒的说法一无所知 特朗普也再度批评弹劾调查是猎屋行动和骗局 并推说自己太忙 根本没有时间看听证会电视直播 至于共和党议员则再次要求 公开举报特朗普的吹哨者真实身份 第三名证人 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约万诺维奇 将在星期五到国会公开作证 另外还有八名证人将在下个星期出席公开听证会 主席公开